明光华师 在陪同十几位华师 有北部有中部来经社 都来说 我们现在人人要共同的 用宗教的爱 我们的宗教的精神力量 来服役 虔诚来带动 这种虔诚力量 上达诸佛菩萨 能听到 人人再见 为这一波来祈求 担愿米灾难 小米这一回的 瘟疫 疫情的灾难 收了两颗心 你们吃得开心一点吗 祝福医护人员健健康康 祝福感染者早日康复 我愿日日舒适 我是乌云真 我在马来西亚基达 祈福2020 让爱苏醒加油哦 希望灭图画画走他 希望生病毒会会好起来 祝福师姑师婆平安健康 祝福师姑师婆平安健康 这次病毒的来源 就是因为人类的口语 伤害了野生动物 所以我以后也要跟着外婆一起吃素 全球祈祷 祝死灾至 全球平安 武汉加油 利用现在人与人的活动比较少 机会比较少 忙碌比较少 这个时候沉淀下来 那想一想 回顾一下过去 我们呢 有没有得罪人呢 有没有呢 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 过不去的 这种心灵打结吗 我们有没有那样的 对人间世感所谓 有没有沉迷不能结吗 那就是贪嗔痴 赶快呢 还行啊 忏悔啊 这个是 该玩世界 让人感到 因为一线他们吃饭吃不太忙嘛 里面的股粉可以给他们吃 为武汉啊 还有那个湖北那边做贡献嘛 就感觉自己又很欣慰 又很开心 又很满足 就是心里都有五味杂成嘛 这里面做的什么东西 女士的保暖内衣 因为这几天湖北很冷 湖北下雪了 各位菩萨 大家呢 我们这个时候 要好好的 人人提出了 大爱 这一番的灵敏 众生在苦难中 不是经济的困难 是心灵的困难 是身体的危机 所以我们呢 更平安的人更需要呢 为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人 我们呢 要为他们 如数 持栽 虔诚 为他们祈祷 尽我们人人的一份心力 这叫做人道精神 所以 所以 天哪平安 我们也是平安啊 所以呢 利他有利己 何乐而不为呢